注意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敢相信那价值几千块的羊皮大衣和高端的床毯路子会是用这样的羊皮做成的吗? 整个过程会颠覆你的认知。 首先是把这进口来的生羊皮过基础水洗,用转动的木板快速拍打,洗掉藏在羊皮里的泥沙和污渍,然后再反复冲洗几遍,就要给羊皮母板去油了,用母板机把多余的油脂一层层刮掉。 据说这刮下来的油脂还可以做香皂和护肤品。 去油完成后,再拿到高温车间进行高温水洗,皮子经过高温水洗以后会变得更柔软,更干净。 然后把洗好的羊皮定在传统的木板上,等待自然晾干,自然晾干的羊皮才会更洁白,并且不会发印。 晾干的羊皮再过一遍木板削云,这样会使皮板更薄更软。 最后皮子刷上酒精,再过200度的高温烫光消毒,用这样的羊皮做的床毯路子都是可以贴身用的。 但在裁剪床毯路子时会裁剪下来很多的边角料,上面还带了很长的羊毛,这可不能浪费。 我们用电推子把羊毛推下来,做成羊毛的被子,这样既不让费又贪薄的成本,也保证了羊毛的质量。 推下来的羊毛过一遍碳化消毒,就投进痰毛机。 羊毛在经过弹毛机,弹成蓬松柔软的羊毛背心,羊毛是动物的蛋白纤维,自带多孔结构,可以吸收人体的汗液并排放到空气当中。 所以羊毛被盖起来是非常的舒爽,不怕潮,即使特别潮的南方也不怕,再用高枝高密的面料做包裹,防止被子跑毛三毛。 整理好以后,用航空机走上一个精美的网格压线,羊毛被用得再久也不会滚包成团。 羊毛被夏天防潮,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可以干。 我们的被子有二斤,四斤,六斤,八斤,十斤的,尺寸有单人和双人的,趁着现在反计价格便宜,多入手几床,送自己送。